白虫喜传 承思远柱 第六章 平定两湖和打入北京 一 李己申被逐 汪精卫出国 1927年11月16日深夜到17日凌晨爆发的广州事变 是讲 汪合作的联合行动 目的在驱逐李己申出广东 使讲届时可以卷土重来 重点广州革命根据地 所以这一事变 又称屈里之意 屈里之意的方案 是蒋介石提出来的 蒋氏去日本考察以后 考虑到南京继位特别委员会所控制 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要在广州重点革命根据地 而广州不是受命于李己申吗 于是就派宋子文到广州来找汪精卫 陈公伯 要他们策动张发奎 黄祈祥采取行动 夺取广东军政大权 蒋介石准备从日本回国后 即来广州与汪精卫合作 建立中央 蒋氏还由宋子文给汪精卫30万元 作为屈里之意的特别开支 屈里之意 实际上并不费多大力气就完成了 因为汪精卫骗李己申陪他连篇附护会晤蒋介石 李氏不知事迹 欣然同行 即便起 第四军军长黄祈祥会同李福林 薛月两部包围黄少洪在广州吉祥路的住宅 企图拘捕黄少洪作为人质 勒令贵军驻西江和北江的部队缴械 黄世前文辩必往香港 次日广州出现欢送李己申 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 拥护汪精卫等标语 11月18日 在张发奎 陈公伯 顾梦于控制下的广州政治分会 任命张发奎为广州军委会主席 顾梦于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 陈公伯为广东省政府代理主席 余作百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此一任命此时尚未公开发表 这些人事部署 证明汪派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 他们真的举李己申而代之了 白重洗在上海街道黄少洪 从香港经由张兆堂 广西银行驻港办事处 拍来的电报 支月局有变 集成松户卫数司令部的快轮 去武汉与李宗人会晤 商讨越便因应方针 白重洗这时不知道广州事变与蒋介石有关 以为张 黄此举存在反贵 因此李宗人 白重洗于11月21日急忙 从武汉打电报给张发奎 黄祈祥 为贵军已全部反贵 请停止内战 等待中央解决 广州事变发生后 黄祈祥派兵分头追击贵军在越北江和西江部队 广州防务空虚 从而给中国共产党人以广州起义的有利时机 使广东出现进一步混乱的政治局势 1927年12月11日 中国共产党成章发奎 黄祈祥与贵军混战之际 在张泰雷 苏赵征 叶挺 叶剑英等同志的领导下 发动了广州武装起义 尽管此一起义后来失败了 但其影响是深远的 广州起义一发动 汪精卫知事不妙 要求蒋介石采取具体措施保护张发奎 蒋氏以张驱礼之意曾有贡献 遂于12月13日自上海发出令张发奎 戴罪立功的电报 张泰雷1898-1927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张泰雷是第一个被派往 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 1927年12月12日 他在广州起义战斗中被敌人枪击阵亡 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 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此时蒋介石反京赋职 由于受汪精卫拥戴 已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但南京国民政府仍在李宗人 白重洗影响之下 因此国民政府依然在12月14日 下令解除张发奎 黄岐祥 朱辉日 1893-1968 1911年加入同盟会 1949年任广州市警察局长 不久赴香港 1952年7月到台北的职务 派谋陪南为第四军军长 16日又令邓泽如 古英分查办汪精卫 顾梦渝 陈公博等 上海卫数司令部派兵 把他们全部监视起来 汪氏看到大势已去 被迫于12月16日秘密离开上海 到香港后又协同黄岐祥赴殴 1927年9月开始的蒋 汪合作 遂以蒋介石上台汪精卫出国而告终 李宗人在南京活动的结果 12月19日 国民政府下令派白重洗 为老西征军 并代表李宗人指挥第三陆军 准备在必要时进兵广东 这是对越变采取军事解决方针的组成部分 白重洗于奉令后 集电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辞去松户卫数总司令兼职 不久 白重洗碎赴武汉代理宗人指挥第三陆军 进兵湖南 解决唐生至旧部 使两湖局面为之改观 二 第二次北伐 1928年的来临 以蒋介石入南京复职为标志 显示出南京国民党政权重新回到蒋介石手中 这一年 白重洗与蒋介石重新合作 但蒋氏又欲杀之 蒋介石于1月9日发出通电 宣布他已于1月4日抵经继续行使总司令职务 并负责筹备第四次全体会议 四北伐完成 即当向中央正式辞职 以谢去年弃职隐退之罪 蒋介石于发出通电的次日 示意国民政府于第31次会议中作出下列决议 白重洗仍任松户位数司令 出征期间由熊世辉暂代 这是蒋介石安抚白重洗的一种手法 熊世辉原是白重洗自间的第十三军的第二师师长 当白重洗解决赖世皇的第十四军时 熊世辉曾向白市毛遂自荐 意欲进任军长 白重洗因许之而后食言 熊世辉为此不切于心 并一转而效忠于蒋介石 但因他和上海市长张定凡都是江西同乡 所以还能和平相处 白重洗于抵武汉后 败望第四路总指挥城前 商进兵湖南作战方针 城前出示他制定的兵力部署方案 征求白重洗的意见 白市看到他写着 一 以第三路军 白重洗 延长江两岸前进 准备向林湘及岳阳进攻 二 以第四路军 城前 延武长路两侧前进 集中蒲齐 由杨楼丝 通城截断长岳 进攻长沙 白重洗一看到这计划假象 就皱起眉头 他对城前说 宋公 第三路军应是进军湖南的主力 而今把他置于长江两岸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 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威力 这是白重洗一向好胜的一种体现 那应当怎样改动呢 城宋云虚怀若骨地问道 我以为第三路军应使用于通城 平江方面负责进攻金井 长沙 白重洗断然地说 城前终于表示同意 计划就这样决定了 白重洗城前指挥的争相军 自1928年1月15日开始行动 武长路正面由城前指挥第四路军攻击前进 而以陈绍宽指挥的海军担任掩护 白重洗指挥的第七军夏威部和第十九军胡宗夺部则由通城直指平江 压迫敌人于密罗江判 欲一举而歼灭之 1月17日 敌军礼品先布放弃城灵机 岳州 向密罗江溃退 于日城前进驻岳州 白重洗也到了通城 准备权限于1月21日扶晓展开攻击 不幸武长路正面在1月20日夜变升走夜 右翼夜开新第44军呼倒戈投敌 由黄沙接向左翼城前总指挥的基本部队第六军侧背猛烈进攻 第六军猝不及防 仓皇应战 损失重大 敌军流星 廖磊两部乘机渡过密罗江 配合夜开新部加攻第六军 城前总指挥看到当前形势严峻 连忙退回武昌 并变白重洗 建议第三路军退守扑齐 通城 荣厚徐团挽救 白重洗接电后 立刻召夏威 胡宗夺到通城开会 告以岳州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和城前总指挥的意象 白重洗说 目前我们只有一条路 就是渡江进行追击 尽管孤军深入 只要斗志坚强 获胜机会甚大 如果向后撤退 则将严重损害士气 可能造成全面溃败的局面 夏威 胡宗夺对白重洗的意见没有任何意义 白是碎垫覆城前 第三路军应照原定计划攻击前进 武汉有淘军的第十八军担任防卫 可保无余 请示疑虑 1月21日拂晓 白重洗指挥的第七 第十九两军在平江渡密罗江成功 当渡江时 曾遇到敌军李品仙的守江部队猛烈抵抗 结果李部大败而逃 第七军下威部追到李品仙的指挥部金警 直逼长沙 在此情况下 已在武长路方面渡过古罗江北岸的流星 撂垒两部敌军 看到李品仙击败 恐退路被切断 也仓皇后退 于是 白重洗成胜追击 顺利收复长沙 白重洗说 这一仗所以险胜 主要是主帅能下决心与三军将士用命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事 往往胜败决定与顷刻一念之间 当贵永卿当驻德使馆武官时 曾访德国名将鲁灯道夫 请教维江之道 鲁灯道夫沉思有请断然地说 决心 贵永卿还请议 鲁灯道夫重申 最重要的还是决心 看来西征最后一战的胜利 与决心也是分不开的 平江一战以后 就没有什么大仗好打了 李品仙所统帅的唐生智旧部 其中包括李品仙自监的第八军 合剑的第35军 刘兴的第36军 还有新边的周兰的第17军 叶齐的第18军 因士气涣散 纷纷向湘西退却 白虫喜依照原定计划 从湘潭追击到宝庆 没有发现狄宗 于是派张镇欧为代表 池涵去旭谱跟踪找到李品仙 对他说 你们不要跑了 还是坐下来谈谈 团结对敌吧 本来 照通常情况 都是败者向圣者求和 金白虫喜不以战胜者自居 反其道而行之 倒使他们感到意外 李品仙与白虫喜本无什么敌对情绪 之所以举起枪感同白虫喜作战 不过是遵照唐生智的命令形式 现在门心自问 感到在对抗下去时无任何意义 此外 李品仙 廖磊 叶齐都是白虫喜的广西同乡和保定军校的同学 叶齐曾经被赵恒替派到广西当代表 而白虫喜也曾在北伐前夕到长沙劝第四师同仁早日参加国民革命 彼此有过长期的历史渊源 易于推城相见 解决问题 几经磋商 白虫喜终于成功地收编了唐生智在湖南的全部军队 由李品仙任第十二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 叶齐为第十二军军长 何健为第三十五军军长 廖磊为第三十六军军长 后来除和建一军留守湖南外 其余各军由白虫喜率领北上 参加中国革命军第二次北伐 三 领兵入北京的华南第一人 蒋介石在汪精卫 胡汉民都在国外的情况下 个人包办召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2月7日 四中全会闭幕 暂推蒋介石 谭颜凯 戴继桃 丁维坟 于右任五人为中央常务委员 于四名留待出国同志 以谭颜凯为国民政府主席 以黄福为外交部长 宋子文为财政部长 组成军事委员会 蒋介石 于右任 李宗仁 白虫喜 李己申 何应钦 朱培德 程前 冯玉祥 杨树庄 严西山 谭颜凯等12人为常委 蒋介石为主席 四中全会方结束 蒋介石便轻车简从去徐州视察 他此行有一特点 就是不令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随行 而把他留在斗鸡闸的公馆里 到2月13日蒋召总司令部秘书长李仲公到徐州去 出示他当日给国民政府的电报 电文云 已得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同意 取消第一路名义 改为第一集团军 中正自监总司令 下设三纵队指挥 以刘志 陈调员 贺耀祖人之 另外 蒋介石把至何应钦的一封信交给李仲公 这封信要你当面交给何敬之 何应钦 你对他说 现在调他当总司令部参谋长 他非要就任不可 我要给他一点教训 证明我蒋某人不是好欺武的 去年八月 如果他敢于同白健生 白重洗 讲几句话 我又何至于被迫下野里 蒋氏言下由恨恨不已 表示他以牙还牙 暴施不爽 蒋介石采用刘邦入弊夺服的办法 一手把何应钦的兵权抢过来 使何事赶到异常修奋 并告假两月 必居上海 后来蒋介石亲王抚慰 何应钦才于2月22日回到南京报道就职 这一切是上海市长张定凡派人告诉白重洗的 当可信其有争 2月28日 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他自己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严西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规定4月开始动员 第一集团军从金浦路 第二集团军从金汉路 第三集团军从正太路 对张作林统帅的安国军分工合击 以打下北京天津为作战目标 但对两湖军队究竟如何使用 蒋介石迄今未有任何表示 大抵他想到去年8月下野一幕 心中还念念不忘 直到白重洗将李品仙统帅的军队完全收编过来 此举不仅使广西军人的实力在一夜之间膨胀了一倍以上 并且使两湖与两广在地理上连接起来 他所处的战略地位 叫蒋介石所统治的华东籍省远为优越 蒋介石不能忍受李 白籍中军力于一处 而必须愤而置之 因此经过考虑 才于4月8日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白重洗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但没有明示第四集团军的作战区域及其任务 白重洗于奉委后吉律礼品宣布到武汉集中 后令禁止 至此蒋逢严贵四个集团开始形成 国民党军力消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回顾三年前北伐逝施 从两广出发的共有七个军 到了今天 在此七个军中 只有蒋介石的子弟兵第一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能发展为集团军 为什么后者有此幸运 当以白重洗所起的作用最大 出于白重洗的设计 由他指挥第三陆军入乡 成功地把唐生智旧部收编过来 使蒋介石不能不对礼 白令眼相看 比以逢 盐相等的地位 形势逼人强 的确是一条真理 大家都关心第四军的命运 他们到哪里去了 自中共发动广州起义后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12月21日受李己申以拳拳 反越整顿越局 蒋介石惯于运用两面手法 这时也拨付50万元与李己申 用来攻打第四军 1928年1月4日 李己申樊抵广州 立即指挥黄少洪从西面 陈明书从东面围攻第四军 谋陪南初与第十一军击战时获胜 但后与黄少洪苦战促告失败 第四军名将许志瑞战死 谋陪南绿一步入江西 3月7日 蒋介石任命李己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李氏足于3月30日到南京就职 4月26日 蒋介石邀李己申 陈明书与谋陪南会晤 劝他们捐弃成剑 消除误会 并将第四军拨入第一集团军 调往徐州作战 此外 蒋介石还当面交代李己申 由广东省政府每月接济第四集团军100万元 以补助其军费开支 李己申等到蒋介石北上都师又返广州去了 4月10日 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 与第一集团军作战的是张宗昌的鲁军 强弱意识 进展迅速 12日 第一集团军先后占领下阵 台尔庄 谭城 张宗昌下令鲁军总撤退 孙传方不知信息 他照原定计划从鲁西侧击第一集团军 一举连克于台 封县 姓逢预想第二集团军孙良成绿骑兵席椰池部 冲击孙传方的后尾 4月16日 占领了几宁 截断了孙部的退路 孙传方才慌忙后撤 4月22日 蒋 冯两军在泰安会师 4月27日 蒋 冯会晤于龙海线上的野鸡港 决定近战济南 5月1日上午时时 第一集团军刘志 陈调员 雇助同律部入济南 蒋介石发表方阵五位济南卫数司令 但麻烦跟着来了 日本当局心怀叵测 借口护桥 出兵山东 实际是蓄谋阻挠国民党北上 维护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 5月2日 日军司令福田燕移到济南 部署了一系列的警备措施 5月3日 日军在精密计划下 选择了住在五大马路尾一路广东会馆的贺药组部两个营展开攻击 因鹤部不备 损失惨重 当日夜间 蒋介石下令住在商部的部队全部出城 并派外长黄福进行交涉 但日军竟毫无理性地惨杀住脊交涉员蔡公时 占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人员全被杀害 此急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济南事件后 蒋介石发现第一集团军从金浦路北上打下精金已不可能了 故有意退回南京 与奉章话将而至 但此意为谭严凯所坚决反对 5月9日 谭严凯在南京司宅约吴智辉 张静江 黄福 于右任 李列军举行会议 做出六项决定 会后由谭严凯 吴智辉带上六项决议去衍州勿蒋介石 10日 在衍州举行党政军联席会议 会上蒋介石仍坚持退回南京 但谭严凯则主张继续北进 完成北伐 谭严凯的主张得到会上大多数的同意 最后 蒋介石也赞同 但他决定把指挥权交给冯玉祥 自己却回到徐州去了 蔡公时 1881-1928 济南五三惨案著名烈士 1928年春随军北伐 5月1日进驻济南 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 5月3日 日军寻衅挑起事端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 是日下午 日军将山东交涉公署包围 此时 蔡公时刚接手交涉公署工作 日军以暴力手段将交涉属人员捆覆 蔡公时操日语 严厉谴责日军破坏国际法 粗暴侵犯中国外交机关及外交人员的行径 日军官恼羞成怒令士兵举起刺刀 对被捆绑的蔡公时等个人之头面或敲击 或刺销 蔡公时耳鼻均被割去 血流满面 仍怒斥日军受刑 并高呼 日军决意杀害我们 为此果齿 何时可学 野兽们 中国人可杀不可辱 同人闻言皆放声大哭 痛骂日军 日军更怒 将蔡公时等17人 撕去衣服 百般凌辱后 全部枪毙在交涉公署院内 他们在赴任不到一天之内 壮烈殉国 蔡公时等被杀害 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5月18日 蒋介石到徐州会晤冯玉祥 告以绕道北伐的主意 并将指挥权两手奉送冯玉祥 冯玉祥说 经汉路正面为奉军主力所在 应请第四集团军同第二集团军并肩作战 连标并进 蒋介石正赶到第四集团军没有派定任务 冯氏之意正和他的下怀 于是蒋介石立刻从郑州打电报给李宗人 请白剑升兄吉日到郑州遗物 白崇喜接电后急于19日从汉口去郑州 到时受到冯玉祥总司令的热烈欢迎 在去年6月徐州会议时 白崇喜已见过平幻章了 后者质朴耿直的高大形象 令白氏有肃然起敬之感 20日中午 蒋介石约白崇喜吃午饭 在座的有宋美玲 宋子文 邵丽子 白崇喜简单地报告他所带的部队有李品仙 叶齐 廖雷等6个军 叶齐军整装待发 不日即可开动 蒋介石对白崇喜说 第四集团军北上部队的军费 由子文负责拨付 他说时看了宋子文一眼 21日下午 蒋介石又召集冯玉祥 白崇喜举行会议 商进攻京京计划 当即决定 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铁路正面 公保定 第三集团军担任京汉铁路以西 公保定策备 第二集团军担任京汉铁路以东 公高阳 与第四集团军齐头并进 会后 蒋介石主白崇喜在进军时顺道道 石家庄勿言西山 带答问候之意 白崇喜于22日返抵汉口 向李宗人报告郑州之行的经过 白氏发现在他不在武汉时李宗人听了胡宗夺一面之词 把湘恶政务委员会主委承钱扣留起来了 这犯了很大错误 白崇喜以为不应有此一举 因为承钱在一年来对立 白很有助力 第一 他支持中央特别委员会 第二 他支持西征堂生志 此外承钱还是党国元老 扣留他不得人心 但大错铸成 白崇喜已无从补救了 白崇喜于北上都市以前 令叶齐第十二军于5月29日以前集中石家庄 廖磊第三十六军于5月31日以前集中正定 时逢预想总司令不遇在会战前疲劳兵力 撤回伯野及安国的第二集团军部队 张学良所律的凤军看到有机可乘 立刻分由康官 仁秋席境定线 企图切断京汉铁路 歼灭第三集团军 形势极为严峻 白崇喜顾全整个战局 即令叶齐律部致敬定线 新乐增援 第三集团军至此才脱离险境 转危为安 之后 白崇喜到石家庄屋檐西山 那时已知夏初 严氏还穿着棉衣 棉裤 棉鞋 衰老之态 令人吃惊 他说着一口的山西话 声音很小 听来十分费力 见面时严西山紧紧抓住白崇喜的手 说 你来了 胜过十万雄兵 又说 如果西北军不从正定撤退 我是不会着急的 严下颇有责备冯焕张总司令之意 白氏因之冯 严以后关系不很愉快 故非偶然也 此时 白崇喜的先头部队门炳月师 在正定下车集中后 恰巧凤军及以侨的骑兵军迂回到正定后方来 立刻与门师发生激战 将其驱逐 随后凤军侦察机发现 从武汉北上的援军有百余列车 此事对凤军冲击很大 乃决定放弃精金 5月30日 张学良 杨宇婷 1885-1929 历任奉军参谋长 东北陆军训练总监 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 安国军参谋总长 张作霖死后 杨宇夺取东北军政大权 后被张学良卫士枪毙 孙传方应张作霖电照 于凌晨一时乘火车离宝定北上 七时抵北京 随即参加张作霖召开的军事会议 会后下令前线总退却 31日 第三集团军 第四集团军同时入宝定 北京震动 随后张作霖离离京反沈阳 在黄姑屯被日本人预制的炸弹爆发受伤毙命 局势为之发生重大的变化 张学良 1901-2001 辽宁海城人 张作霖之子 张作霖被炸死后 执掌军政大权 事称少帅 918事变时 曾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后立主抗战 和杨虎城一起在西安发动著名的西安事变 囚禁蒋介石 促进全国联合抗日 事变后 随蒋至南京 深陷淋雨 1946年被送到台湾 2001年在美国下威夷逝世 关于接收京津问题 谭严凯 张静将于5月27日从南京去徐州见蒋介石 认为严西山与日本素有关系 建议尤盐负责接收京津 蒋介石5月29日到新乡物逢玉祥 征求同意 30日 又到石家庄与严西山 面试此项意见 严是同意承担接收京津任务 蒋家关书后来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评论 蒋总统因不敢信任冯玉祥 乃任严是为平津县兵司令 按 平津县兵司令系平津卫数总司令之务 第二集团军为攻击奉军主力 冯玉祥不得接收京津 自然心怀不满 严西山有见及此 特示好白崇喜已自重 6月11日 严西山约白崇喜一同入京 严西山在铁狮子胡同设立卫数总司令部 白崇喜则在香厂东方饭店设立前敌总指挥部 白崇喜那时只有35岁 成历史上为华南领兵到北京的第一人 心中充满了喜悦的心情 他对采访的记者说 自古以来 凡是统一中国都是由北而南 从未有由南而北已完成此一神圣大业的 太平天国时两广军队曾一度禁制天津 至于北京时以这一回为首次 言下意得志满之状 别人也能体会出来 当时天津大公报飞升海内 主笔为名记者张继鸾 他在6月14日的大公报发表社评说 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 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势 经过张继鸾这一评价 白的声誉更高了 古人言 功高震主者深微 历史教选 值得重视 4 财兵不如石鞭 蒋介石一贯善于以退为进的策略 蒋 贵 冯 严四派打下北京 天津后 即于6月9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他的辞职通电称 作战目的完成之时 即总司令职权当然解除之日 中正本年2月 按 时11月9日 复职之殿一经凯切陈明 疑似北伐完成 即当正式辞职 以谢去年弃职引过之罪 西壤再比 游蒙殷鉴 蒋介石想是当年赵匡印杯酒西兵权的固制 要平 严 理学他模样 一律功成身退 顾不惜一登高一呼 自为首唱 蒋氏的辞职自然引起一片挽留之声 首先是严西山 白重洗从北京发出挽留的通电 其次是李宗人从武汉遇请蒋介石留职 再次适合应亲从南京向广州发电报 请李己身出面挽留蒋介石 李己身立刻响应 在一片挽留声中 蒋介石足于6月17日声言打消辞役 表示仍将对军事负责到底 蒋介石自移步骤 就是丸继灵的把戏 其目的是要在孙中山林前举行裁兵会议 杨永泰 1880-1936 国民党高级官员 蒋介石首席智囊 正学系巨拨 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众议院议员并加入国民党 1931年任军委会秘书长 1936年10月25日在汉口码头被CC派暗杀 蒋介石称其为当代卧龙 只能够认识蒋介石 是蒋介石的把兄弟黄福介绍的 杨永泰在蒋介石前阿于逢迎 唯恐不至 而推测蒋介石的意图 深透入微 杨永泰引用唐顺宗时王书文 柳宗元主张萧帆的典故 对蒋介石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 萧帆策 其要点是军事上化整为灵 财经上则化灵未整 蒋介石看后十分欣赏 部队化整为灵 这多么好啊 以后蒋介石主张裁撤总司令 总指挥 部队以施为单位 就是以杨永泰化整为灵的观点为依据的 计划既定 蒋介石就受益国民党中央常会于6月14日做出决议 派蒋介石赴北京即告并视察一切 6月19日 蒋世又是一国民政府决议 加推冯玉祥 严西山会同蒋介石前往北京孙中山陵前行事 四个集团军总司令 而今为李宗人不语焉 蒋世比搏李宗人的心情 冯玉祥看得一清二楚了 因此 冯玉祥决定开蒋介石一次玩笑 于是在6月25日打电报给李宗人 邀其一同前往北京参加纪灵仪式 这一来就使蒋介石变得十分被动了 蒋介石怎么办呢 他为了表示对李宗人更加亲热 特于6月26日带着吴志辉 陈布雷 邵丽子 陈立夫 陈天放 1899-1967 五四运动知名领导人 后担任国民政府的官员 1949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曾经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 1950年 前往台湾 1950-1954年为国民党淘汰后首任教育部部长 周佛海 1897-1948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魏建党的一大代表之一 后成为国民党政府要员 再后沦为汪精卫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之一 成为汉奸 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吴思玉 1884-1958 早年加入同盟会员 1928年任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中将主任 国民党参军处参军兼总物局局长 并暂代参军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 任军委会全续厅中将厅长 1947年末 目睹蒋介石一意孤行发动内战 遂产生脱离蒋市政权的决心 1952年7月在天津定居 后加入民革 等人 从南京城军舰逆流而上 邀李宗人同赴北京 与此同时 郑学系要员张群 杨永泰则乘火车沿金浦县北上前往部署一切 7月1日 蒋介石 李宗人抵郑州 冯玉祥自新乡来物 蒋市邀他一同北上 冯玉祥却推脱有事 稍持前往 7月3日 蒋介石 李宗人到达北京 蒋介石携宋美灵住香山碧云寺 李宗人则住在吉林幼 7月6日 冯玉祥也到了北京 陈布雷 1890-1948 明讯恩 自宴吉 笔名布雷 魏雷 生于浙江省慈溪县 县属于瑶市 才华出众 二十多岁就在报界享有圣誉 抗战时期 陈布雷用如传之笔 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 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 素有国民党第一之笔之称 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是从事第二处主任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 代理秘书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 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 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 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 7月6日 各集团军总司令 总指挥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临前举行祭告大典 有蒋介石主记 冯玉祥 严西山 李宗人宇记 白崇喜 吴志辉等陪记 天津大公报故意突出白崇喜 在逝日该报发表的社评 《今日碧云寺》的祭告大典中 以崇敬孙中山的词早来颂养蒋 冯 严 李 白诸公 白崇喜看了 心中更为得意 回顾三年前广西统议时 白崇喜不过是李宗人的参谋长 随而升任蒋介石的参谋长 而今在新闻界心目中 他已能与冯玉祥 严西山平起平坐了 窜起之宿 是所罕见者 7月6日下午 北平临时政治分会宣告成立 事实北京已改称北平 该会成员是6月25日由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的 以李石增 冯玉祥 严西山 张继 陆中林 1884-1966 1922年任冯部第八混城旅旅长 后升任师长兼北京卫戍总司令 1924年参加北京政变 指挥驱逐清费地出宫 1926年五元适施时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之后奉命复苏考察 抗日战争期间 曾任国民党政府兵议部部长 河北省政府主席等职务 赵戴文 1866-1943 同盟会员 国民党员 坚定的爱国者 严西山的军师 宰相 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 国民政府内政部长 监察院长 民国以后的山西军政两届出身的人物无不是他的学生 赵戴文一生著述颇丰 蒋作斌 1884-1941 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蒋作斌满怀忧虑 两袖清风 是公认的清官 他无疑不良嗜好 不抽烟 不喝酒 宴会时喝少量啤酒 不打牌 不进戏院看戏 政府及集团活动除外 只喜欢散步 故曾有散步大使的绰号 1941年并逝于重庆 1943年追赠为一级陆军上将军衔 国民政府明令包扬 198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曾休憩其目 白重席 马福祥 1876-1936 回族 1928年春 国民党二中全会上 被选为中央执行候补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后历任国民政府青岛市市长 安徽省主席 猛葬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魏委员 今日委员严西山 白重席 马福祥 陆忠林 蒋作斌宣誓就职 冯玉祥辞之不就 表明蒋 冯之间的关系很不愉快 7月6日晚 蒋介石在碧云四旁理石层宅开座谈会 冯玉祥 严西山 李宗仁 白重席 吴志辉等参加 会上个人面前发了蒋介石7月5日给各总司令 总指挥发的通电 电文有云 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 非例行军政 裁政之统一无以裁兵 我同志必当以真正知觉悟与全国人民切实合作 以完成此重大的职责 中正由当节其绵薄 与我同志共勉之 此外 会上还散发了蒋介石提出的军事善后案 他主要是说 军政告终 训政开始 养兵太多 开支太大 有碍经济建设 现在全国有300个师 准备财态250个师 留下50个师 每师15000人 全国共留80万人 保留的50个 准备美集团军留80至实施 中央令舰宪兵实施 总而言之 这是强干弱智的裁兵方案 按照这一方案 蒋介石至少可以控制20个师 他的动机如何 已经名若观火 白崇喜看了军事善后案 觉得蒋介石急于求成 避致严重后果 他自是做过蒋介石的参谋长 应本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之意 勇于发表所见 已被参考 于是白崇喜及习发言说 第一 我不反对裁兵 但自古以来 裁兵不难裁江南 如果处置不当 纠纷利起 历史教选 值得重视 第二 我们国家浮原辽阔 边疆资源尚待开发 当前与其倡议裁兵 何如实施总理之兵工政策 使之时鞭 第三 如果在我国边疆成立若干军区 让各部队去从事开发工作 不但可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 且可安置北伐有功的将领 使他们负起国家建设的重任 最后 白崇喜说 他是一个回族后裔 对西北地区有地利人和的方便条件 如果中央有时编这样一个宏伟计划 他自愿带广西子弟三五万人前往新疆 为开发边区做出贡献 白崇喜的话 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 因而未能起任何作用 到7月11日 又开始两天的汤山会议 7月13日 李己申 代季陶到达北平 蒋介石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他精心炮制的军事整理案 该案归纳起来有下面基本内容 一 取消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成立全军编前委员会 作为最高机关 二 选各集团军精锐编程50-60师 三 全国军队统一编制 打破原建制 轮换训练 蒋介石说 本案吸收了在座各位的一些意见 实际上是指混编 轮讯的办法 适逢预想提出来的 而逢是所提保留总司令 总指挥的名义以自安置有功的将领 因为不合蒋介石的胃口 蒋介石就不予理睬了 后来蒋介石推说先返南京筹备召集五中全会 就留李己申代行总司令职权 继续与各总司令救财兵问题继续进行磋商 7月28日 李己申离北平南下到南京参加五中全会 白重喜还写一封信托李己申交给蒋介石 重申裁兵不如十边更能适合国家实际情况的意见 他在韩中建议划分全国为中央 东北 华北 西北 西南 华中六大军区 各军区之边制 人事任免 政治训练及军事教育方针 一概受命于中央 如此先建立各军区间之互信 然后树立共信 则军队一定可以国家化 盖可断言 此韩去后 如时辰大海 李己申是否转给蒋介石 气味可知 因白重喜自武汉事变后 及匆匆离平南下 以后见过李己申 因时过境迁 也没有提起此事 8月30日 蒋介石从南京垫白重喜 要他出兵季冬 彻底解决聚联合的张宗昌直鲁军残部 此时沈阳与南京之间 正信使网环 恰伤东北意志问题 而张宗昌发出通电 声言引兵出关 阻止统一大业 白重喜已解决张宗昌部 急需与东北军通力合作 特先后派何千里 叶齐复审悟张学良 伤合力解决张宗昌残部问题 结果得到张学良的首肯 派兵入关协助 9月下旬乱和一战 直鲁残部全被解决 张宗昌仓皇出走 仅已申免 后白重喜电告李宗人 请建议中央确定1928年9月23日为北伐完成纪念日 但此一促为蒋介石所否决 蒋介石在8月8日至15日召开的五中全会中 悍然通过了取消各集团军的决议 并极力坚持取消政治分会 冯玉祥 李己申据李力争 以为四中全会曾经做出决定 地方政治分会应保存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 现在取消 正违反了四中全会决议 蒋介石自知李区 只好同意保留到三权大会召开之时 但是他提出 政治分会权力要加以限制 规定政治分会无权任免境内地方官员 这是蒋介石积极推行其肖翻策的体现 白重喜此时违望蒋介石能接纳他的忠言 把财兵改为石边政策 他认为边疆时大有可为 当他在保定军校三期学习时 侧重阅读边疆问题的书刊 与同学交换意见 亦以边疆问题为中心问题 人以边疆问题专家呼之 不以为穴 白重喜常说 1928年打下北京 天津以后 为国民党胜衰存亡的关键时刻 如果蒋介石听他的话 此时不谈财兵问题 而且注重开发建设边疆 则1929年以后的连年内战无从发生 既没有1930年的中原大战 而918事变亦可以幸免 是之内忧外患 相继而来 完全是财兵友已致之 与云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看到蒋介石自招其货 足资借鉴 5 连狐打跪与道跪返蒋 1928年8月下旬 蒋介石一面命白重喜率兵杜鸾 解决张宗昌布 一面又定下连狐打跪的决策 在他派陈明书去香港迎湖 汉民北上的时候 还利用陈公伯去找唐生智的旧部刘星 要他去天津策返白重喜的军队 原来汪精卫出国后 陈公伯在上海组织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还出版革命评论刊物 宋子文每月给陈公伯3500元作为经费 以维持蒋 汪合作的局面 在胡汉民反抵香港的时候 蒋介石已决定连狐打跪了 但他还要最后利用陈公伯一次 一天 宋子文打电话给陈公伯 蒋介石到上海了 他要找你谈谈 那么 我去看他吧 过去蒋介石要见陈公伯 每次找他到孔祥溪的住宅谈话 不 蒋先生要来看你 我的地方太小 还是我去看他吧 你就在家里等他来吧 不多一刻 蒋介石就同宋子文来到陈公伯的住所 坐定以后 蒋介石说 胡展堂先生回来了 你知道吗 我是从报纸上知道这消息的 陈公伯说 胡先生一回来 局面就紧张了 我看也没有什么嘛 嗯 胡先生回来会动兵的 胡先生也不见得有什么办法 我看不用兵总比打仗好 陈公伯还摸不着头脑 蒋介石停了一呼 又问陈公伯道 你最近看到刘铁夫吗 刘铁夫就是刘兴 唐生智旧日的将领 曾任第三十六军军长 见到 我们倒是经常来往的 明天下午约他到子文那里谈谈 次日陈公伯陪刘兴到宋子文公馆 见刘经福也在那里 蒋介石对刘志说 你回去把部队准备好 等候命令 原来他们早已谈过了 陈公伯看情形做出这样估计 过后 蒋介石问了刘兴一些生活情况 随以坚定的口气说 我要你到北方去 把白重席指挥的军队夺过来 所需费用有子文给你准备 此事要不要告诉唐梦霄 刘兴问道 暂时不要告诉他 如果能够抓到白重席 就把他杀了 蒋介石说时表情严肃 显出一脸杀气 这是蒋介石设计整白重席的起点 而白重席那时 还出兵卵和为他卖命呢 蒋介石总是惯于过河抽版的 等到9月3日 胡汉民由陈明书陪同到达上海 蒋市连胡打跪的决策 已有实现可能 遂阻宋子文停播革命评论的经费 蒋 汪合作的格局至此暂告结束 当汪精卫派分子知道蒋介石要打跪时 人人谈官相庆 认为可承此捞一把了 只有陈公伯头脑比较清楚 他以为蒋介石连胡是为了打跪 而连胡又必须排汪 这是事有必至的 他看到没有什么指望 不久就去欧洲跟汪精卫去了 唐生智 张发奎在上海会晤 对未来局势交换意见 他们都热心拥汪 明知道蒋连胡对汪排斥 但仍相约采取这样一个联盟的策略 先到贵 后返蒋 因为李宗仁 白重喜的西征 和李己身讨伐张发奎 他们此刻还有余分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奎